哈囉,我是Alex 今天我要回答的問題是 SAT 跟 ACT 什麼時候考最合適 以及 SAT 跟 ACT 什麼時候開始準備最合適 很多學生會說 SAT 應該是要等到十年級或十一年級的時候再去考 那如果十一年級沒有考好的話 就等到十二年級的時候再去考 如果要說最好的話 那 SAT 跟 ACT 最好 是在九年級的上學期或者是下學期 就能夠拿到高分 原因在於在亞洲 我們考聯考或者是高考 重點是那個分數 所以不管你現在是16歲、18歲、20歲或者是40歲 你只要能夠考到那個分數 你就能夠上考大學 但是在美國規則不一樣 在美國學校要的是厲害的學生 如何證明學生厲害呢? 在一個 standardized test 裡面 每個學生都在同一把尺裡面 被衡量他們的英文以及數學的實力 在這一把尺裡面 能夠拿到高分就是厲害 如果學生在九年級的 SAT 跟 ACT 就能夠拿到高分 或者等到十二年級才拿到高分 哪個學生比較厲害?答案很明顯 因此學生什麼時候考 SAT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拿到那個分數而已 如果學生能夠在九年級就能夠拿到高分 那當然這個是最佳的狀況 對於一般的學生來講 他們九年級還沒有辦法拿到高分 所以他們才會需要等到十年級、十一年級 或者甚至十二年級的時候 有足夠的英文跟數學的 training 在學校或者是在課外 才能夠拿到那個高分 這個是對於一般的學生來講 但是如果我們要講到最最最最好的情況的話 那就是九年級的時候就應該去拿到高分 在理解這個概念之後 那什麼時候去準備 SAT 跟 ACT 這個答案也應該很明顯了 也是越早準備越好 這個表示 學生在決定到美國讀大學的那個 moment 開始 學生應該就要為這個終點 SAT 跟 ACT 拿到高分去做準備 這個並不表示 一個三年級的學生必須現在去做 SAT 跟 ACT 的練習 這個只是表示 不管學生現在是幾年級 他應該都要為英文以及數學的程度提升 所以一個三年級學生要為 SAT 準備的方式 就是把三年級以及四年級的英文跟數學的內容 趕快的把它學起來 有點像跳棋或是超前的概念 對於一個五年級的學生 最好的情況是能夠在五年級的時候 去理解六年級、七年級甚至八年級的英文以及數學 等到學生到七年級到八年級到中學的時候了 學生就可以為 SAT 準備 去準備這個十一、十二以及大學程度的英文數學考試 那如果這樣子去準備的話 等到學生到九年級的時候 當然 他的數學英文程度有到達十一、十二年級或者是大學的程度 那個時候學生去考 SAT 就能夠拿到高分 哦對了順帶一提 很多學生說 SAT 跟 ACT 只有兩年的校期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我在哈佛的朋友 九年級第一次去考 SAT 就拿到一千五百八的分數 這樣子的分數是絕對可以停在大學申請表裡面的 所以盡早去考 好 盡量能夠在九年級就能夠拿到高分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這些內容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 以及更重要的 記得幫我訂閱 這樣我才可以繼續分享更多關於申請美國大學的事情 讓你知道 讓你在申請學校的路能夠走得更順利 I'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